中韩报导文化部直接拿公堂补助预算给执政的国民党籍立委 每人配额250万元 百名国库通党库 招点名的国民党籍教育文化委员会七位立委 一号上午召开记者会 除了否认这件事 更呼吁文化部彻底清查到底是谁将内部资料外泄 哪一个同仁用什么样的目的要做这件事情 不外乎是这个选局的保守 我想这个有心人这么做 就是试图要影响我们的选情 让我们去落选 因为他的所有的经费 大部分都是省议制 委员的省议制 更没有可能说 给我们每一个国民党的委员250万 这个从何而谈呢 这个是华天下之大吉 怎么可能会有250万 如果我有拿这个250万 有看到这个公文的话 我就投给你 招指引有拿钱的立委自清 认为招政治算计 民间党团也召开记者会 提出政府预算补助社团 或是立委透过法定程序 提出建议方式行之有年 但透过部会高层会议 直接连结立委辅选定定标准额度 还是第一次看到 认为讨论内容已经违反行政总理 确实有这样的一场会议 也确实有做出这样的讨论 不论有没有执行与否 可是 这样的讨论 已经违反行政总理 如果这是由上面交办的 我们要问 现在有哪几个部会 基本上已经在进行实质浮选的动作了 怎么会凭空进入这个文化部高阶讨论 高阶文官高阶长官们的讨论 议事桌会议桌上呢 为什么这连讨论都不应该进入讨论 连提案都不应该提案的 那为什么会进入议事桌上 我们觉得非常奇怪 国民党立委质疑是文化部内部斗争 但希望不要栽赃教育文化委员会的立委 而民间党立法院党团要求连政署检调 应该要查明文化部招职补助栏尾一案 认为这种提案本来就不该出现 质疑除了文化部之外 还有哪些部会有类似状况 记者莫拉斯鲁鲁立法院采报报道